前不久有消息爆出 美军计划可能要在11月份 在全球掀起一场 展示武力的行动 在这些进行军事演习的地点当中 台湾海峡以及南海 都赫然在列 美军真的能在南海交起事端吗? 美国有件电视新闻网 独家报道称 多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美军太平洋舰队 已经制定了一项秘密提案 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武力 报道称该提案建议太平洋舰队 在11月的一周内进行一系列活动 以证明美国可同时在多条战线 对多个潜在对手进行反击 该计划还建议美军的舰船和飞机 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宣示航行自由 针对外媒报道 在10月25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方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坚定不移 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 吴谦表示不久前魏凤和部长 与马蒂斯部长在新加坡进行了积极的建设性会晤 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此外10月22日至28日 中国军队与东盟使国军队在中国战江及其 以东海空域举行海上演习 此次联合演习将有助于增进双方了解互信 深化中国与东盟海上防务安全合作 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打造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发挥真能量 对于美国在11月份的计划行动 到底能搅起多大的风浪 中央电视台防务新观察特约军事问题专家 莉莉认为 现在这个消息 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曝出来的 方方面面的消息都在印证着这个消息 但是美国官方没有正式的回应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明确地讲 如果美国在11月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搞演习 菲律宾不参加 作为一个官方的回应 我们看到了菲律宾的明确态度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可以姑且这样理解 就是美国有可能有这个意向 只不过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把它表达出来 真正执行能落实到什么样的层面 这个是有余地的 肯定有折扣 不会像想的那样完全都是美国主导 实现它全部的利益 莉莉认为 从目前这个态势来看 在整个东盟框架下 现在有很多合作机制 甚至就在10月份 在东盟12届的东盟防长会议上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向 东盟十国提出未来要建立 多边军机空中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要求比如中国、美国、日本加入 这种类似地区性携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步完全可以考虑在海上尝试这种机制 可以管控的相关区域风险 它实际上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 美国现在单方面要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态势 要在南海区域搞演习 要在台湾海峡搞演习 需要有更多机制限制它 就不可能搞太大 还有就是呼应者聊聊 这个恐怕是下一步美国不能不看到的 要是这种北京的天气 要是这个地区物 要是这种穿越来的 要是这种北京的地区 要是这种北京的地区 就不可能是最好的地区 要是这种北京的地区 感谢观看